消保处随即抽样查核了48家消费场所中 在建筑安全管理上就有24家业者不符合规定 像是升降设备没有许可证 护安全梯不符合规定 或是现况与使用执照图说不相符等等的问题 造成场所的安全性有待考量 其实一般有一个建筑物 它的设计图说经过承招核可时 至少是一个比较安全的 就是说合法的建筑物是这样子 再有一些变更的话 都需要升取许可的 像我们有一些依照建筑法第73条规定的 你有一些构造有异动的话 甚至说有些室内装修 属于公共中使用的建筑物 室内装修也要升取许可的 所以说这边也呼吁就是说 类似这样的场所 公共中使用场所 当你有构造变更 或是说使用用途变更 甚至说你有4件双修的 需要升取许可的话 都还是要跟建筑物单线升取许可 另外在消防安全检验上 也有14家业者不符合规定 主要是灭火器过期 警报设备异常 避难设备问题等等 这些救难设备的检验也不容疏忽 避免紧急事故发生时无法使用 其中在建管部分我们查了8项 消防部分我们查了10项 可是我们发现全年在宜兰这一家 全年10月股份有些人跟北门分公司这一家 它在建管的部分 8项里面就高达5项的不合格 那在协全家福这一个 这一个是台中市的协全家福 它里面我们消防里面 10项里面 它就有高达7项的不合格 那当然协全家福在建管部分 另外还有3项不合格 它全部不合格高达10项 这个部分 它的等于说 它就是一个危险的公共场所 我们希望业者能特别注意 不要发生任何灾害时 造成在里面的消费客人 或者自己的员工 都有逃生不及的地方 而这次的查核结果 消防处针对不符合规定的业者 将持续追踪列管 并且督促各地方政府尽快依法处理 并且针对屋林20年以上的建筑物消费场所 办理不定期查核公共安全 也呼吁消费者不要到 这些不合格的场所消费 避免个人安全的损害 记者温军采访报道 阿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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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堡CO 中佳有心电视 熊精菜